最近微信的录音功能登上了热搜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智能手机都有录音功能 但为什么微信的录音会上热搜 其实这背后说的并非安卓手机 而是苹果 我们在使用iPhone手机的录音功能时 虽然它在节奏状态下可以在后台运行 但只要锁屏后点亮屏幕 那么它就是录音界面 又或者我们锁屏后收到消息 它也是这个录音界面 而使用录音功能一般都是比较隐蔽的 所以iPhone手机的录音功能并不怎么使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开始使用微信的录音功能 当进入微信后 我们一式点击我 收藏 进入后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这里我们点击键盘上的加号 然后选择下面的录音 这样它将会自动录音 当我们回到手机主界面后 它也会继续录音 就算锁屏或收到消息 它也是正常界面 不会像苹果来到录音界面 所以它的隐蔽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当我们解锁后再次进入微信 大家可以看到 它依旧在正常录音 不过这里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iPhone手机这个黄色背景和黄点 是无法去除的 因为苹果推出这个功能 就是保护用户的隐私 比如当调用手机麦克风时 界面上就会有黄点 当调用手机摄像头时 它则是一个绿点 这个功能是避免被恶意软件 不法分子调用某些权限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